还是要经营什么 经营这样的一个 好像是花团锦簇般的一个爱情花园 即便在婚前或者婚后 所以这儿呢有几点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 我觉得在这个所谓的男女 或者是男女朋友 或者是夫妻的关系里面 我们即便已经进入婚姻多少年 我觉得男生还是要像一个启动器 一个initiator 就一个带领者 对 比如说带领家人一起去 探看一些秘境 对不对 然后呢一起用脚踏车行脚日本 对不对 整个把他骑到北海道 类似这样了 骑到北海道 对不一定现在 对我觉得会带来很多那种 你知道在爱情 或者是在一个家庭生活的一种情趣 对 多花一点心思 就可以让你跟他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让你跟他之间带出一种新的爱意跟吸引力 第二个就是要有一点创造 所以我觉得呢 在关系当中永远是带着无限可能性 对 那不要说好像永远都是 你知道吗 从第一天认识 永远就是这样的模式 那如果能够让 那个创意 创意 远远不觉得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发扬出来 比如说可能你可以带他 比如说去玩拖曳伞 对他可能就你这种个性这种保守的人 对不对 以前说我们一起坐香蕉船 你都怕死了 这样去 对 要去高风跳下来 我觉得充满了创意 对不对 不然说这次你来安排我们全家的活动 对不对 以前都是我拿主意 现在换你来 这就是创意 还有呢就是要多制造一点惊喜 对 让生活呢充满了惊叹 好 这个我觉得我对我蛮重要的 有时候呢 我常常很佩服那些企划人员 你看公司的企划 帮公司企划这些活动的 真的有时候就让人家很惊艳 好 最后一个呢就是 我觉得呢 那一个所谓的 带他去旅行 然后呢 带他去经历不一样的人生 我觉得像我这个年纪 我的太太 到现在还是会想起我年轻的时候 跟她Promise的 对 你还没有旅行哦 散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